早餐 差不多了 開始了 哈囉 粉絲團的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禮拜一 下午的話 經理安裝的這款車 不是經理安裝 介紹 介紹的這款車是Chicoda的Atavia RS 這款車其實它一樣 跟 Golf 旗帶的底盤 引擎 變速箱其實都共用 但是這一個世代是小改款之後的19年款的 所以它的配備更加豐富 那這顆引擎一樣是 EA888 跟 Golf 旗帶的 GTI 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款車的 CP 值非常非常高 因為動力跟 Golf 一樣 GTI 一樣 然後空間的話又比 Golf 還要來的大 那加上這個世代的話它的配備相當的豐富 所以這款車經理自己真的是大推 那今天要安裝的版本是道路版的 那也謝謝了央視部業區的車友 幫我們介紹才有這樣的機會來服務更多的車友 我們一樣 第一來介紹一下 這台車原廠的避震器 因為它的避震器其實跟 Golf 旗帶都是一樣的 但我們背景還是持續在施工當中 所以會草一點點 請大家多多包涵 這個是它原廠的後面的避震器 這個是前面的 那每一次啊 拆到這個 MQB 筆盤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動作就是還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從 Golf 的五代 六代開始 它的避震器就沒有分左右邊 它很特別 它的避震器沒有分左右邊 那它的上座的話 是麥華城的形式嘛 所以它的上座 7代的話 都是共用這個零件 然後 這台車跟 Golf 旗帶介紹起來稍微有一點不一樣的 應該算是後方的彈簧 因為這台車的後方的重量 比 Golf 旗帶還要來的重一點點 所以它的後方彈簧的長度 我們多了 30mm 公斤數的話 一樣是 6 公斤左右 那如果是一樣底盤 可是車格的話 是 Super B 的話 它後方的彈簧重量就會略高一點點 是 7.7 公斤 可是我們家的彈簧是寫 8 公斤 但實際測起來的公斤數的話 是 7.7 公斤 這是後方的彈簧 那彈簧上方跟下方都有橡皮 橡皮的話 都是要沿用的 那這個是它後方的饅頭跟行程 它的阻尼 其實這個世代算是做的 就等於是 O 系車的底盤 雖然比日系車還要來的硬一點點 但是還是以舒適 還是舒適為原則 如果要做比較激烈操控的話 它的阻尼還是不太夠 所以今天車友就是 這台車還滿新的 19 年款的 就是換了這台之後 覺得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夠改善它的側傾幅度 那側傾幅度的話 跟兩個東西有關係 一是避震器的彈簧設定 二是它的輪胎 那輪胎的話 假設 一樣 今天的輪胎 跟 Golf 一樣 是18 吋的 假設一樣 是 225 40 18 它的胎幅如果用米其林 或者是用普利斯通 其實它回饋回來的感覺 就都不太一樣 如果是普利斯通 它的胎幅比較硬 所以它的側傾幅度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如果是馬牌 是米其林 的話 它的台幣比較軟 所以它的側傾幅度 就會稍微大一點點 所以不同的輪胎 它的回饋回來的表現 其實就不太一樣 那今天的輪胎的話 還是原廠的規格 所以我們來介紹一下 它的原廠 225 40 18 的輪胎 旅圈胎 後方的懸吊系統 這個輪胎的話 配置 是跟 Golf 旗帶的 GTI 一樣 都是 225 40 18 S 001 普利斯通規格 所以這條輪胎 它的胎幅會比較硬朗一點點 那這款車 如果 MQB 的底盤系列 如果車高要降低的話 它的後輪的角度 Camber 的角度 會變得比較趴 變得比較趴 它的輪胎內側的摩耗就會比較快一點點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那後方要降低的時候 就要改裝 仰角調整器 如果有看今天禮拜五的 Raffle 5 代的直播 那一台車 降低之後 禮拜六 Raffle 5 代的直播 那一台車 降低之後 就建議要改裝 仰角調整器 但這個 MQB 的底盤 非常厲害 因為它的後方懸吊系統 當車高降低之後 其實它有兩顆螺絲 可以分別做定位的角度 一個是竖角 一個是仰角 所以如果沒有降低的特別趴 或者沒有降低的特別低 或者是後輪的角度沒有特殊需求的話 其實可以藉由原廠的偏心螺絲 兩個角度都能夠做出不吃太的角度 這個是後輪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安裝好的 KT 避震器 這個調整機構 以 ATAVIA 這台車 跟 GOV 5 代 6 代 7 代一樣 它的調整機構 都是坐在上方的 那它的彈簧是 230 長 6 公斤的規格 這個桶身 道路板的 道路板的話 它的上方 這個上面的原廠上座 是需要沿用的 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後方的阻鈕值 如果要硬的話 往順時針 要軟的話 往逆時針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軟硬度的調整 那這台車還有後方一個小小安裝的重點 就是後方的桶身 是在取決於它後彈簧的預載 所以這台車的彈簧就不要預載 有的車的話 可能要略做一點預載 但這台車 我們把它的桶身 縮短到彈簧剛剛好壓縮 大概5mm左右就是剛好的一個弧度了 這個是後方的介紹 這個世代的小改款之後 它的後方的碟盤 已經跟 Golf R 或者是 Golf 7 代 GTI 的 Performance 一樣 已經改成是通風碟 所以這個世代的配備好很多 非常超值 那前面的部分的話 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這個前面懸吊超簡單的 它的有一個離載鑽是要沿用原廠的 但這一台車的話 前面在拆裝的時候 每個店家拆裝的方式就會跟速度有所不一樣 像在工廠 有的是要拆傳動軸 讓它仰角能夠移動的幅度大一點點 DMG 才有辦法拆卸下來 那有的是會拆 方向機墮桿跟下方的合上頭 拆掉之後 下壓的幅度比較大 另外還有經理看過 最特別的 是從車子大櫃頂高之後 用一個大型的撐距 撐住它避震器的桶心底部 然後再壓縮之後 再整個卸下來 所以拆裝的方式有很多種 那安全 快速 不會傷到其他基建 就是很好的方法 前面的彈簧公斤數 因為這台是2.0升 EA888的引擎 因為這台車其實還有1.4升的 如果是1.4的話 我們會配置的彈簧就是7公斤 但2.0 RS 這一款是Atavia RS 配置的彈簧公斤數就配8.5公斤 但它也不是直捲式的彈簧 它是燈籠狀的 所以它的撐度會好很多 彈簧的長度也有刻意 刻意不要做那麼長 讓它側傾的抑制 能夠比原廠還要來得好 前面的彈簧是160厚 8.5公斤 那我們來看上座 阻尼調整的部分好了 這個碟盤的尺寸也相當大 這台車 我自己覺得沒有寫個一接二接 有點可惜 因為這台車的動力 稍微升級一下 就大概有接近300T的實力 這裡的拆法 大家應該有點熟悉 因為GOLF 7代 我們就常常在直播介紹 它的拆法就跟GOLF 7代是一樣的 這個試蓋 稍微往上拉開之後 這裡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了 那在上座的中間 這裡有一顆旋鈕 黑色的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前面的阻尼值 從這個地方可以來做阻尼的調整 但這一個 你鏡頭再拉高一點 從這裡往上拍 這個是一個格子狀的試蓋 這個試蓋其實有時候洗車也好 或者是下雨也好 它的水 有可能會從這裡噴溅到上座的部分 造成上座的軸心 會有生鏽 或者是軸承的壽命會縮短 所以如果車友們很愛車的話 可以啦 大概三到六個月左右 我們在洗車完畢 稍微噴一點黃油 來保護裡面的軸心跟軸承 會讓它的使用壽命 會更長一點點 這個是福斯明基 應該拍攝一下 但這台車為什麼會講福斯 其實這個就是VAG集團 引擎 底盤的話 就都共用的 按KT的用料的話 又是在備台時 因為我們是錄影 錄影 所以如果有一樣車款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影片 來給車友們分享 那用料的部分 我們所使用的 裡面所填充的主尼油 是義大利一層桶 從義大利進口 大概200L 公升的一個主尼油 這個是從義大利IP的工廠裡面 直接運送過來台灣 並不是 因為其實有更大型的油商 它是授權來台灣 或者是授權到其他的國家 來做混裝之後 然後再做分裝之類的 但我們使用的義大利IP的油品 它是一整桶 從義大利進口的 雖然單價貴處不少 可是它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那像是在裡面 攸關到避震器 壽命的部分的油風 我們所使用的就是日本 NOK的油風 所以這個整體的一個用料的話 其實都相當的不錯 那最棒的應該是說 我們其實就有提供這樣的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試乘之後 覺得產品有滿意 再來考慮安裝KT的產品就好了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這樣的問題 或者是有需要試乘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以上是今天 徐光達RTAVIA RS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